大家好,奥运会快要开始了 每逢这种大型体育赛呢 最少不了的就是夜宵了 那今天祝祝就要教大家做 当年千松一最喜欢的夜宵之一 对了,那就是韩式炸鸡 那我要做原味以及香辣炸鸡两种 首先在写好的池根上 撒适量盐和胡椒 继续把洋葱、蒜 辣椒粉、牛奶倒入搅拌机里搅拌均匀后 倒入装有池根的盆里 池根跟调料搅拌好 让池根充分浸在调料里 用保鲜膜包好以后 放进冰箱冷藏40分钟以上 那准备一个碗,倒入150克面粉 再加一小勺泡打粉,干搅拌均匀 在另一个盆里同样倒入150克面粉 加两小手肉豆扣粉 少许盐和胡椒,搅拌均匀 把泡好的池根首先放进跟泡打粉搅拌好的面粉里 沾上一层薄薄的面粉 继续再倒入跟肉豆扣粉搅拌的面粉里 沾上薄薄一层面粉 锅里倒入油,开中火 等油热了先试着往锅里倒入一小块面块 如果面块马上浮出水面 并且炸起来呢,就说明油的温度够了 把池根一个个下锅 炸到外皮颜色从白到黄 最后到金黄为止 炸好的池根捞上来 用绿油网把多余的油分去除 这样原味炸鸡完成啦 那要做香甜的香辣炸鸡的话呢 需要多加一个步骤 首先把韩国辣酱,番茄酱,泰国甜辣酱 以及麦芽糖西或砂糖,蒜末和水搅拌均匀 把做好的调料倒入锅里 可以的话呢,多加入一些蒜片 这样味道更加美味 那把它用中火煮到粘稠 最后把刚炸好的池根放进去 搅拌好,等完全收汁就关火 上面撒适量芝麻粒就完成啦 那比起原味炸鸡呢,猪猪个人还是更喜欢 香甜味道的香辣炸鸡 你呢? 如果你喜欢朱竹的视频 别忘了点赞来表达对我的支持哦 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